近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引发民众情绪恐慌 县政府除了强化防疫措施,提醒民众保持社交距离 也开办免费心理智商服务 并呼吁大家多关心身边亲友的心理及情绪反应 大家一起度过严峻的疫情 如何在疫情下保持良好精神心理健康? 别紧张! 幸福卫生局在13乡镇及卫生局都有免费心理智商服务 民众只要事先拨打卫生所电话或是上卫生局网站预约 就可获得住点专业心理师就近服务 教导您舒缓焦虑、调食慎心、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我记得之前卫生局就有宣导有1925专线 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联系一下这样子 然后要不然我真的怕我走不出来 因为现在疫情真的好严重 对所以我就联络了之后 还好有他们那个智商是可以帮助我 然后告诉我一些讯息 现在我觉得比较安心了 所以民众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 欢迎您使用我们的免费心理智商 那我们也因应疫情的部分 避免人流移动的部分 如果你的心情上还是有一些不舒服 需要心理智商 我们会请心理师跟您预约时间 然后以电话的方式来跟你做一个智商 另外卫生局建议民众 误听性以及散播未经证实的谣言 减少收看收听 让人感到焦虑不舒服的新闻 只需关注值得信赖的官方讯息 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卫生福利部及管家官方赖等来源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它每天下午两点都有记者会的部分 那会是一个最准确最及时的讯息 那也请民众就是看这样的讯息 来做自己相关的因应 那不要去看一些其他过多的不准确 或者无法判断的讯息 而会造成你自己心理上的压力跟负担 另外卫生福利部提出 安静能细望无自觉 提醒大家消除恐慌 以及情绪处理的第一步是资讯清晰 疫情的资讯应该着重在正确接收与认识 不要听信假讯息 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稳定自己心绪 暴使疫情终会过去的正向能量 记者曾光佑栏都是采访报道